Ls mode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 Ls mode的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可以讓你看你裝了哪些模組 我再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隔了期中考之後有些東西大家忘記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東西 現在請你打Ls PCI-K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印象 上一回我們做練習的時候 是不是把網路卡的驅動程式模組把它移除掉 再重新把網路卡的驅動程式模組把它載入 它的驅動程式模組是不是11001 11001就是它的驅動程式模組啊 我現在開另外一個終端機 做一次給你看 我打LSMODE 這個LSMODE出來會很長一串啊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而且它這個比較麻煩的地方是這裡 我解釋給你聽 你看哦 我現在LSMODE 你們看到這裡有一個module 第一個就11001嘛 這就是很幸運一開始就找到了對不對 它沒有照字母順序牌啦 ABCDE的E 然後UNXIN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不是沒有照字母順序牌 那你怎麼讓它照字母順序牌呢 你可以打LSMODE 管線 加一個指令叫SORT SORT這個字是排序的意思 然後呢 再加個管線 我們是不是上次有講過MODE MODE是不是一頁一頁 那這個時候按Enter 按Enter你看它就照字母順序牌了 ABC有看到嗎 D 按空白鍵 好 E這裡的話你就看到E11001了 然後FG再往下看哦 這個就照字母順序牌了 這個是 用LSMODE來看模組 後面這邊應該有寫吧 這邊沒有寫 來那你補充一下哦 你這個模組顯示出來 如果不是 不是照字母順序的話 請你打這個指令 LSMODE管線SORT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你希望把它變成檔案 因為有好多頁了嘛 你可以這樣子轉向LSMODE.LOG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打VILSMODE.LOG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純文字檔出來了 這樣子是不是很好看 來補充一下這個指令 這個管線SORT的意思是說 這個指令的輸出位給SORT這個指令 SORT的中文翻譯叫做排序 也就是說 他把你的輸出排序 排序之後再轉向到LSMODE.LOG檔裡面 這個指令在Windows底下 一樣有用哦 但是沒有LSMODE這個指令 管線跟轉向符號在Windows底下 同樣有用 所以這個你把它補充一下 把這東西補充在課本的第251頁 把它補充起來 一些有用的指令 我跟你補充一下 你就把它記起來 轉向之後 有一個LSMODE.LOG檔 你用VI進去看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E1100 這裡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E1100的驅動程式模組 這代表說 我網路卡的驅動程式模組 現在有載入 好這個是LSMODE